310 符带 透过设计功能选择页面色彩 填满效果 材质 其他材质 指定档案 选择吸磁碟机下 资料夹下 图片 确定 编辑符带文字点选 外框处点选 透过格式功能选择该样式设定 并且自行格式为微软正黑体 所以由常用功能进入 选择微软正黑体 大小为120点 深红色 文字外框色彩为白色背景1 格式功能选择文字外框属性 色彩为白色背景1 宽度为2.25点 第三点套用文字效果 文字效果转换 卷动到最下方倒数第四项的功能 上下凹陷 点选天灯图片 指定图片外框 由格式功能进入选择图片框线 第一个为黑色文字1较浅35% 黑色文字1较浅35% 好 宽度14pt 所以透过框线指定宽度其他线条 14pt 设定图片立体格式效果 即为图片效果下的浮凸设定立体选项 上下浮凸为斜面 上下浮凸均为斜面 第一个宽度高度分别为15pt 以及1pt 下方浮凸的宽度高度分别为1pt 并且深度为30 第五题 设定天灯图片立体旋转效果 随一样的图片效果立体旋转效果 为透视图中的正面透视图 再次进入图片效果下的立体旋转选项 在右侧指定X轴为20度 透视图为55度 好 编辑椭圆形物件点选 由格式功能选择编辑图案 变更图形 24角星形 24角星形 并且移到最以上层 直接由该项定义移到最以上层 输入买就抽文字 直接点选后 直接进行文字的输入 好 并且套用文字艺术师效果 点选该文字物件框 该项文字艺术师样式下 选择题目要求的一个色彩的设定 字形格式微软正黑体 常用功能选择微软正黑体 并且大小40点 好 设定文字与图案边界各为0公分 透过版面配置与内容 点选文字方块 在此指定四个单位边界均为0公分 完成存档平分 解题完毕 解题完毕 解题完毕